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 我是沈梅琪 法律是为有备而来的人服务的 而您准备好了吗 今天节目现场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李军李律师 李律师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滴滴打车的空解命案 这个案子震惊了全球的华人社区 那么除了大家对这个暴行的愤怒跟受害者的联系之外 其实更多的商讨是滴滴出行 作为这个共乘车的一个平台主 他不应该承认担这个责任呢 为什么要来讨论这个责任问题 是因为在美国也有这个Uber跟Lapt 那这两家也是等于算是共乘车的服务 那么我们也时常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使用过Uber跟Lapt的服务 那如果说同样事情发生在Uber跟Lapt身上的话 他们这两家公司有哪些法律责任呢 对 我们可以先讲中国的这个滴滴出行 这次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他的司机残暴的杀害了一个空姐 对吧 在乘坐他的车的时候 从这个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根据美国的这个法律 我们觉得呢就是说滴滴出行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 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说这个滴滴司机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几乎是一个非常对这个人的生命 对吧 对其他人的这个生命 就是毫不吝息 毫不在乎 这个这么的一个人 他这个人呢就是最初其实开车的时候 曾经撞过一个人 把那个人呢撞瘫痪了 撞瘫痪以后呢 他的这个就是说司机的这个执照被吊销了 吊销了呢 他在这个滴滴出行这个公司去注册的 成人其中的一个司机的时候呢 他是撒谎了 他是用他父亲的这个就是 这个车牌照 他的这个就是驾照 去注册成为滴滴出行的这一个司机的 所以他本身就是在这个撒谎了 当然这当时呢 假如说滴滴出行对这个人面试一下 对这个人的背景做一个调查的话 把这个官拔好的话 那有可能就可以避免这一个空姐被他残暴的这个杀害 是 那同样的事情 如果发生在Uber 为什么要谈到Uber 就是说Uber它在全球有100多个国家 都有它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么在美国呢 基本上住在纽约啊或是华盛顿 那些地区的人用使用率是非常之高 我自己本身就有很多朋友 他们根本也不买车 每天去哪里就是搭Uber的工程车服务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想知道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搭Uber的车子 你不要说遇到这种强奸杀人惨案 你even是司机对你讲出一些不尽的言语 或是对你在这个言语上或是肢体上有碰触 跟不适当的这个碰触 以及性骚扰的话 那么我们作为乘客消费者 有多少权益可以去跟Uber或是Lift 要求赔偿呢 对 其实说Uber呢 是在2009年在旧金山创立的 对吧 也算是一个很 它目前在全世界 你刚才说了 大概是有600多个城市 都有它的营运 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之广的 它的就是说 它在全世界现在 每天有1500多次出行 每天都要载1500万个乘客 每天啊 你想它一个月 一年要多少人要乘坐它的车子 所以它的这个运行 对我们全世界 很多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对吧 它是其实一个新的一个现象 那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呢 就是说从它的这个创立到现在 其实Uber也好 Lift也好 也是被人告的一塌糊涂 被它的这个司机告 对吧 那又是被这个它的乘客告 又是被它的同行 就竞争者告 又被这个各地的这个政府来来告 应该是这个Uber的这个管理集团呢 也是焦头烂额了 为什么它的司机告它呢 它的司机告它说 他们的司机说是 他们其实是W2的雇员 而不是独立经营的合同工 所以说呢 他们要加班费 他们要可以这个收这个小费 对吧 那为什么被它的这个乘客告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不是一个秘密了 很多的乘客乘坐这个Uber的时候呢 被性骚扰 被性侵犯 甚至被强奸的 对吧 在迈阿密有一个案子 就是这个女乘客呢 就是当时从这个酒吧出来 要到她的这个男朋友家里去 就打了一个Uber车子 她上车的时候 其实已经喝醉了 已经有点不省人事了 那就是说 被这个Uber的车的司机 到了她的公寓以后 带到她的公寓以后 被强奸了 对吧 醒来以后呢 就是完全是就是 自身裸体的 就是已经被人家这个强奸了 当然这个司机是被绳之以法 被这个判了 这个就是几十年的徒刑 而且被注册为一个 就是性侵犯者 对吧 那但是呢 这个民事责任呢 就是这个人被强奸以后 他受到的屈辱 对吧 他受到伤害 心灵的伤害的痛苦 这部分 怎么谁来赔偿呢 他也是在告这个Uber 那我们知道这个 像这类的命案发生的时候 或者说 性骚扰的案子发生的时候 Uber跟Lift 他们自己有律师团 然后他们也会要防范 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像 李律盛刚刚说的 他们一律都声明说 这个司机呢 不是我们的雇员 他是我们所谓的contractor 就是合同工 那合同工跟这个Uber 以及Lift之间 并没有这种责任义务的关系 所以他们都用这样子一套说词 来打掉一些想要 被受害的受虐的这个妇女 提出要求Uber 为他们提出了精神赔偿 那这样子做的话 Uber跟Lift这样子做的话 他们是否就能够避免掉 受害乘客的一些民事的赔偿呢 因为目前呢 就是说这个有很多的案子 都在告Uber和这个Lift 很多都在听完和解了 那一告以后 是有和解2500万的 1000多万的 那当然就是说Uber的司机 在那个Massachusetts和加州 有个集体诉讼 最近也刚刚就是说和解了 听完和解是1亿万 1亿美金的 100 million的这个赔偿 那其中的就是条款 咱们也不知道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 就是说一个这个状告Uber 或者Lift的一个案子 从头至尾 经过了陪审团的审判 到最后得到了这么一个判决的 那目前还是在进行实 那但是已经有这个一个法官 这个一个法庭的法官 就是说他明确的 就是说已经判决 就是说判定 就是说Uber对这些 乘坐Uber车子的乘客 被Uber的司机性骚扰 侵犯强奸是负有责任的 不能脱离干系的 不能脱离这个关系的 为什么 大家要是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应该我们回顾一下 美国的人体受伤的法律 人体受伤的法律 就是说通常 Uber到底有没有负责任 对这些受伤害的女乘客 负这个法律责任 主要看他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有没有negligent 有没有疏忽 对吧 那要建立这个 这个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 最关键的一个就是说 Uber有没有 over duty of due care to the female customers 就是说Uber有没有 对这些广大的 这些女性的乘客 欠有一种关心的法律职责 关心什么呢 就是关心他们的人身安全 关心他们在乘坐这个Uber的车子期间 能安全地回家 能安全地出行 能不受到骚扰 能不被这个人身攻击 能不被强奸 Uber有没有这个 关心这些女乘客的 这么一个防律责任呢 当然是有的 对吧 可是我们在使用Uber的时候 他都会叫我们签一个同意书 disclaimer 就是说今天他们只是提供 乘客跟司机的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帮乘客跟司机拉线就对了 他们本身跟司机 没有雇员雇主的关系 对乘客呢 更没有雇员雇主的关系 所以between乘客跟司机之间 发生的事情 这个Uber是不负责的 他会有一个小小的 find print的东西 让你签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已经签了 你还能够告他吗 Uber跟Lift还有责任吗 签了就所谓的免责声明也好 这样的就是说disclaimer 就是说release 对吧 就是说释放的这样的一些条款 有时候是可以执行的 有时候是不可以执行的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是不可以执行的呢 就是说 假如说你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你没有毫无办法 你受一种破压的 release的情况下 你签了这样的一些免责声明 这样一些释放 这样的一些声明 那法庭是会被打翻的 你想一想 比如说你在半夜 你是需要乘车的 所有的Uber的这些车子过来 它的合同上面都要让你签一个免责声明 你不签你就没有车座 你没有选择 对吧 你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你签了这样的一个免责声明 在法庭是无效的 是的 那么好 我们现在先进向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再请旅日师跟我们谈谈 这个共乘车的用户人身安全 应该是要由谁来保护 广告后见 欢迎回到天天话题的法律节目现场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律师是李军 李律师 李律师我们进广告之前 谈到了这个就是在5月初发生的滴滴打车空解命案 那么因为要是为什么要谈这个命案 就是因为这个在美国也有这个共乘车服务 所以现在接下来我想要请教您 就是说在美国这个使用共乘车 像Uber或是Left这样子用户人的这个人身安全 要由谁来保护呢 当然我觉得作为乘客 我们自己呢先要学会保护自己 对吧 自己先要学会自保 那就是说怎么要自保呢 就是说我们在比如说通常呢 在这个乘车的时候呢 最好是不要在晚上出行 而且最好是这个出行的时候 尤其是这女性的乘客 最好不要农妆厌抹 而且最好不要是喝的 就是说烂醉如泥的时候 不行人事的时候去乘人家的车子 说到喝到烂醉如你 对不起我先这边打个岔 因为为了做这个节目呢 我们都做了很多案头工作啊 我发现在所有这个被司机性骚扰 或是强奸的这些乘客啊 根据Uber is lift 他们那些官司诉讼 对我提到说 这些乘客本身都是已经喝醉酒了 在上车 所以其中只有一件事 一个女性乘客 她上了车之后 然后呢 Uber的司机给她喝东西 她喝了以后 她就完全不省人事 其他的案子都是 女性乘客上车的时候 就本身就已经喝醉酒了 对 除了自己不要喝醉酒以外 也不要喝这个驻租车 这个Uber车的司机 提供给你的饮料也好 水也好 也不要吃他的东西 以防人家在里面下药 对吧 就是说把你这个搞醉 给你下蒙汗药 让你就不省人事 然后呢 给他造成这个作案的机会 所以说呢 这个方面都要注意 同时呢 就是说你在上了车以后呢 最好呢 就是说你自己把你的手机 的GPS也打开 这样的话 你要去哪个目的地 完了你同时在追踪 你让你的手机 来追踪你的这个路线 这样做呢 就好处就是说是 第一 这个Uber车的这个司机 觉得你非常清醒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他不会绕路 也不会这个弯路 不会多差这些钱 对不对 同时呢 你也比较安全 最好的说 再给把这个司机的这个牌照 用你的手机拍一个照 把他的这个 就是说执照拍下来 发给你的个朋友 给朋友打一个电话 告诉朋友 你现在在乘车 在什么地方 乘了什么车子 去哪里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比较安全一些 这样的话 最好还是让这个 就是出车的司机 听到 听到你有朋友 在知道你在乘坐 他的车子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就是说是 制约他 让他不要再去 这个有任何的 这个痴心妄想 对 然后另外在其中一个 LIFT的司机 性骚扰 女乘客的这个案件当中 我们发现到 其实这个司机 他在开车的路上 一直跟女乘客聊天 然后借有聊天的内容 了解到说 这个女孩子是单身 住在一个appartment 然后那个女乘客 到了家之后呢 这个司机就一直 跟他要求说 要交换电话号码 交换联络方式 这也算是一种 骚扰嘛 对不对 所以我想 观众朋友 特别是女性朋友 如果你在搭 这个工程车服务的时候 其实不太需要 跟司机聊太多的内容 因为更 避免让司机 了解到你的生活情况 以及你家 确定住在哪里的地点 对的 Be smart 对吧 对 更重要 这个更 就是说 你当然事发之后 我们现在来厘清 这个工程车的 平台的法律责任 可是我们希望 这种事情 都是事后 你寻求弥补的 这个步骤 但是事先 预防工作 真的是要先做好 对 好 那我再请教一下 这个李律师 就是说 今天这些工程车 平台 他们一定在 事发之后 会尽量 避免乘客 跟司机的官司 波及到自身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看到 就是有很多 这个律师事务所 会要求这些 Uber或是Lift的乘客 如果受到 曾经受到 侵害的乘客 进行这个 所谓的集体诉讼 那是不是 在集体诉讼上面 可以请李律师 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说 如果今天 你是受害者的话 你要怎样 让你自己的声音 被听到呢 假如说 你是个受害者的话 那你很快 就要去找 这个人体受伤的 这个律师 就是Tor 因为律师呢 就是说 这个法律 有很多专业嘛 有一种 就是说 律师他专门 就是做这种 人体受伤的 就是Personal Injury PI也叫做 因为你要 假如说 被这个Uber车的 司机 性骚扰 性进攻 就是说强奸的话 那这就是一种 人体的受伤嘛 那一定要是 找这个 在这一行 有经验的律师 去 这个 当然有这种 集体诉讼 class action 是最好的 因为class action 你可以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 一起都作为原告 来告一个被告 这个就是Uber 这样的话 人多力量大嘛 对吧 这个众人失财 回应高 所以说呢 而且这个也是 比较一种 有效的 这个 这个省钱 省时的一种 一种这个诉讼的方式 一家律师楼 可以带领 比如说几十个 几百个的 这样的原告 这样的话 出庭的话呢 原告 几十个人 黑压压的一片 声势也很大嘛 在法庭里头 对吧 那就是 当然就是 这个 还是就是说 第一要见 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 要找律师 要找这个骗律师 那另外 找律师的同时 我们当然 也想要知道说 你在这个打官司 面对这么大的 一个公司行号 像Uber或是Lift的话 你小虾米 你要怎么样 提供足够的证据 让这些大公司的 律师顾问团屈服呢 对 Uber大家都知道 他现在是有大概 70 million的这个 Net worth 就是700多亿美金的 他这个公司 Uber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上市 他只是最初的 这个就是由着投资人 很多的investors 也有很多是风投 有些是过桥基金 这些在投他这个公司 因为很看好他的这个 就是说 他这个行业 他这个产业 所以他有700多亿美金的 这个身价 他可以雇全世界最好的 辩护律师 Defense Attorney 最好的律师 但是就是在我们生活在美国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你就是贵如这个Uber的这么大的这个公司 我们就是平凡的这个普通的乘客 但是大家在法律面前都是人人平等的 真正的 那好的这个律师 这个是也是会代理这个就是平凡的这些乘客 也会赢成这样的案子的 因为看这个公理在哪一边 法律在哪一方 就是说事实和法律对哪一方有利 通常这一方都会赢这个案子的 不是说是谁的钱多 谁的这个就是说权势高 这个就可以赢这个案子的 因为我们生活在美国 那受害者要保存哪些证据 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官司有胜诉的迎面呢 对这个就是说 说到技术层面的话 律师都会去指导这些受害人 怎么去收集证据 怎么去就是说去收集这个证人 那干什么样的案子了 是被人家就是说这个无理的触摸了呢 还是被一些无言晦语 所以这个就是说羞辱了呢 还是说真正的被人家强暴了 被人家强奸了 对吧 那要是这个强奸的话 就是说还是证据嘛 都是一些DNA方面的这些证据 最好是保留下来 原来的一些物体的形体的 这些衣服啊这些东西 这样的一些证据最好都保留下来 交个律师 是然后另外我想知道 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 如果今天你在半夜 你没有选择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使用工程车服务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会觉得说你当然是搭上这辆车 你感觉是安全的 你才会去叫车嘛 可是问题是今天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impression 这种想法是因为这些工程车的服务 还有它的广告让你觉得说你搭它的车是安全的 所以一旦你搭上车之后遭遇到这个被性侵啊 或者是说言语骚扰 你感觉到不舒服 你想要投诉的话 这些投诉的法律效力 以及你怎么样去跟这个Uber或是Lyft 他们提供不舒服的广告 这样子的一个诉讼 你要怎么样来跟他们对抗呢 就是说除了你因为乘坐Uber的这个车子受到的伤害 就像你刚才说的 有些是圆的 有些是肢体的 有些被强暴了 这些都是属于compensatory damages 就是说翻译中文就是说 赔偿性的 就是要补偿你的一些赔偿 补偿你 恢复你原来的这个原貌的 就是make you hold的这么一些 补偿性的赔款以外 假如说这个Uber 他也有些不实的这些广告之词 他这个就是说misled很多的这个顾客 就是误导了很多的这个顾客 比如说他在广告中说 他就是安全出行 安全让带你回家 结果呢非常不安全 在路上被人强暴了 对吧 被人家这个就是侮辱了 那是非常不安全的 那就是说他做的 跟他说的是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一个fraud 就是一个欺诈 商业欺诈 commercial fraud 那商业欺诈 我们曾经谈到过这个 什么情况下可以 法庭可以就是说判原告 判这个给被告处以 惩罚性赔款的 pintive damages 对吧 就是说那这个欺诈就是其中的一个理由 那当然另外的两个理由就是说 一个是这个oppression 对吧 那还有就是说其他的理由 那假如说你是欺骗的 以欺骗的手段伤害了原告 那被告是要被处以惩罚性罚款的 除了给人家补偿性的这些赔偿以外 那可能在补偿性的赔款的这个总额度上之上 乘以3 乘以5 乘以10 可能是补偿性的赔款是 比如说是20万 那乘以实际是200万 有可能还会乘100 那就是1000万 所以这个在这类型的官司 在法律事实上是有机可循 有案例可循的 当然就是说最近不是有这个负责公司在歧视 在这个种族歧视 他的一个就是中东裔的一个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雇员嘛 被这个法庭判了 他其实的补偿性的赔款才是170多万 惩罚性的赔款是1500万 再加上去 总共是1600多万嘛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希望各位观众呢 在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呢 before你走到这个法律途径之前 最好还是要开开心心的出门 平平安的回家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礼拜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 小字幕明镙 QU試avana